网络上一直有种说法就是当手雷丢到你的附近甚至脸上 但是你只要面对手雷切一撑你看不到雷 那么雷就炸不到你 这个说法实在里很是致命 于是乎我好好给你们研究了下 首先是这种比较常见的楼梯躲雷 这个我之前专门讲过一期视频 即使我们站到这种位置 低人撑也完全能看到手雷的位置 但是我们就是吃不到手雷的伤害 既然看到可能都炸不到 那看不到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在楼梯这里这个条件基本是满足的 就是切一撑看不到雷 雷就炸不到我们 那其他地方呢 首先来小单间的箱子上 我们试试看 丢出一颗手雷后 我们往后稍退一点 让手雷消失在低人称视野内 真炸不到 换这个更窄的箱子 说实话在试这个箱子的时候 我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的 但是依然没问题 我们毫发不伤 这次咱们换到迷宫的二楼 像这种不靠墙的箱子 站在上面来验证一下一撑躲雷 愧是呀兄弟们 这都没被炸到吗 如果我们一撑内还能看到手雷 那么被炸倒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所以咱们要往后多退一点 这种手雷只要我们从正面 推到一撑看不到的位置 咱们基本都是安全的哈 哎不是我雷哥啊 这么不要面子的吗 瞬间伤害最高的投资物就这 当然不是 很好了兄弟们啊 一撑画面雷并没有手雷 被面前的木箱子挡住了 但接下来我们却吃到了爆炸伤害 再换个更常见的场景 到处都有的门啊 我们在门两侧实验 这里我们推到一撑还是看不到的位置 但是手雷依然炸到了我们 换一遍试试看 这个雷还是能炸到我们 这波差点直接去世哈 这个时候一撑就不管用了吗 别着急兄弟们 他依然管用 我们只需要加上对应方向的探头键即可 比如先年的箱子 手雷在左边 我们用一撑加上左探头的视角 只要看不到手雷 那么就能完美规避手雷伤害 哎是不是很舒服 无论你们对比多少次 结果都是如此 不用歪头的一撑可能会吃到手雷伤害 但只要用了对应方向的歪头一撑啊 只要看不到手雷 这个时候雷就一定插不到我们 同样的门两侧也是如此 这里我们采取一撑加左探头 看不到雷了吧 好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躲雷了 这个雷绝对炸不到我们 换一遍试试 这次我们就采取一撑加右探头了 看不到雷了吧 好那么这个雷也是炸不到我们的 这就是一撑躲雷树啊 在同水平地面躲雷时的细节 加上个歪头就行了知道吧 但一些特殊的场景 比如这种车下面或者普通载具下面的手雷 你虽然去一撑看不到啊 因为咱们的视角本来就比较高 但这个角度显然是能吃到伤害的 这个咱们就别搞掩耳盗铃了哈 而回到一些常见的场景 比如刚刚的木箱子和门 还有这种围墙 咱们都可以用一撑来躲雷 像这种雷锁在地面和咱们锁在地面持平的情况 只需要加上一个歪头键 就能完美躲掉手雷爆炸的伤害 怎么说兄弟们 这种优雅的躲雷方式很爽吧 一旦在实战中用出来 队友看到你躲雷时的那种从容啊 他绝对会惊呼一声 魁贼